台北政府首页里面 应该是资料目录里面 其实你们也可以找一下那个资料格式分类 这边其实也会有JASM 不过看起来台北政府似乎不是很喜欢用JASM 我看好像那个新北市政府好像比较多一点 他才11个 你看那个CSV就有559个 OK 不过看起来应该可以理解 因为Excel跟CSV它的价格会比较接近 所以如果你要列习的话 也许你可以点一下这个 然后他这边好像还有个什么筛选功能 他可以帮你把这个JASM 他帮你列出来 你们可以再看看就是用类似的方法 像这边有很多相关有关JASM的格式 然后比如说公共建设工程分析等等 反正这边也会有那个就是可以让你预览的 可以让你下载的 不过看起来好像下载的次数也不多 OK 不过至少他这边就会有一个JASM 他这个直接可以下载 他的副长名就JASM 我们可以把它打开来看一下 基本上他的架构 好像看起来也差不多 这个字好像太大了一点 这边 那他的架构的话 我们看得出他大概 一定也是一个那个什么 外面是包一个LISER的中瓜糊 然后尾巴呢也是一个中瓜糊 里面的话就是在放那个什么 就是那个就是在放Dictionary 里面还要放什么 还有他的书刊下载 那里面都没有 他把它包到里面 这样感觉好像这有什么意义吗 不知道 所以有时候时候那个 开放资料不见得是真的可以用的 我觉得有时候 这个公务人员他有时候为了他交差 所以他就放一些 反正看起来像开放资料的东西 这也是开放资料 也是Jason打 没错 但是放这些东西在里面 好像没什么意义 OK 所以有时候有些资料不见得是可以用的 那就请各位就自己再摸索一下 那刚刚另外一个地方就是说 最重要就是 Jason格式特别注意 因为他外面如果是 那个什么 中瓜糊 但是如果说你直接把这个字串 丢到那个LISER里面的话 他会发生这个错误 他会出现什么 这个Stream 因为直接丢到LISER里面的话 如果你没有用EValue 那他就会是一个自串的形态 OK 那这样自串的话 当然就没办法做后续的那个串列的使用 所以特别注意 那这个地方如果你发现 他跟你讲说Stream的Object 他没有那个Attribute 没有那个属性叫Value 所以你这个地方 为什么没有Value 就是 你丢过来的东西也是一个自串 那自串里面 当然就没有可以解析Dictionary里面的这个相关的形态的这个Value 所以会展现怎么办很简单 就直接再加一个那个EVal OK 其实就是一个转换形态 那这个EVal蛮特殊的 看起来好像似乎是转换 但实际上我看他的官网说明是说 把那个自串符号移除掉 OK 那这样的话丢进来 那就会是个List 所以 如果没有加这个地方 结果就会是错误 所以跟各位再特别强调一下 因为这个地方还蛮容易出错的 因为一般人还没想到那么多 那这样的话丢进来就不会出错 而且也可以写出去 OK 好 这个地方的话是有关那个Jason格式的这个说明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再来看有关那个XML 所以XML的话 我是把它放在 我们的那个这个地方 在 云端的讲义里面 是放在 第14页的地方 那我刚刚有提到 我们会用到有一个模组 这个模组的名称很长一串 叫Element Tree 其实有点长 所以我后面这比较特殊 我后面加个SET 那你不加 不加SET也可以 你就要用全名 那SET就是 意思是说 帮他取一个别名 比如说你那个人的名字很长 有时候你叫 常常忘记他叫什么名字 那你干脆叫什么 你叫ET好了 我就以后不叫你Element Tree 我叫你ET 这样比较简单 OK S 意思是别名的意思 在蛮多地方也都有类似的用法 就取一个别名 但是你不取别名也可以啦 只是说你程式看起来 会相对的 每次出现这个就感觉很长一串很长一串 到处都出现 所以一般还是会取个别名 那Element Tree 他有一个地方 跟那个前面的Jason 不太一样的地方 就是说 他没有办法直接丢一个变数 去让他解析 他只能够透过一个档案 他才有办法解析 这个是他这个模组的 你说问题嘛 这也不是问题 因为人家写的嘛 那你不能要求说 你帮我改写成 可以丢一个字串给他 他就可以去放一些 那当然他如果没这个功能就没有啦 或许啦 之后会不会呢 他有新的一个功能 就直接给一个变数 那就可以去解析 那当然目前是没有 那只能目前我们就解决 所以我知道有这个问题 所以我在用Element Tree开档之前 我必须要怎么样 先帮他产生一个XM的档案 也就是说呢 我要先步骤一 我必须先什么 先把网路上的资料怎么样 先把他抓下来之后存档 存成什么呢 存成一个叫 PM25.XM的一个档案 再用Element Tree开起来 这样就OK了 OK 这给大家注意一下 因为这个跟用那个Jason的档案格式不太一样 那怎么做呢 首先我们分两个步骤 第一步骤的话呢 一样 其实这个也是利用的Request 所以我们分别来看一下 第一个步骤 那这个是完成的啦 最后其实是可以把它整个把它解析下来 那我们分两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就是说呢 我们一样呢 用Request 这个Module里面的GET方法 然后去把什么呢 把那个行政院环保署的官网上面的那个XML格式 所以特别主要一样嘛 我们就是到那个行政院的官网里面的XML点一下 然后他一样会跳一个这个网址 就把它复制啦 反正就这个网址 贴到那个GET的后面 就是这个东西呢 我要把它从那个网路上面全部帮我抓下来 就这个东西啦 然后里面架构一定是一个root 有个根 然后底下会有一个算是一层的一个枝叶 一个树干 里面的话会有很多tag 放很多value 每个都长一样 那我必须去解析它 所以我需要什么 先把它存档 那怎么存档呢 特别主要我一样 给它一个网址 给它encoding方式 是UT8 那再来的话呢 我就把它存档 存档方法的话 刚刚讲过 这跟刚才写一样 fw好了 我们就统一 fw 这个物件就是我要什么 open 后面先开一个档 档案名称就是pm25.xml 档案名称取这个好了 那我就write 出去 那我编码方式的话 干脆我用encoding 我用UT8好了 OK 不过如果你今天这边用 没有UT8 其实我印象中好像也可以啦 这个可以再试试看 再来的话做什么呢 把下载下来的东西呢 直接就write出去 下载下来东西什么 就是HTML里面 里面的文字 直接把它write出去 OK 我们来试一下 这个地方write出去 看有没有成功 write出去 如果没有错误讯息的话 那表示应该就是已经写出去了 那写出去之后呢 请你在src上按右键 把它refresh一下 理论上呢在我们这底下会出现 我们刚刚存档这个名称 在这里 pm25.xml 你可以把它直接打开来 他会用内键的这个工具 然后里面有个工具 有没有 这个有类似一个tree 然后打开 如果你要看原始档的话 你按右键 他这边有个properties 这边你可以 这边有个箭头嘛 你可以把它弹出去 就在这里 你可以按右键 我习惯用Nodepay++ 再去开启它 那你可以看到 基本上呢 它的长的样子 把它缩小一下 这字太大 它的结构一定是 上面会有一个标 最上面一定是有个 它的版本的宣告 这个我想你们在 这个版本大概都固定 sm version它1.0的版本 然后encoding这边有宣告 我是用youtube8 然后这个我比较少加 我这个给它查一下 另外的话 这个tree长出来就长这样 而且你会发现旁边 如果你在Nodepay++里面 它还可以知道说里面是xm 所以它会自动帮你有个收折功能 每个地方都可以收折 也就是这个是最外层的 里面的话会有放data 那理论上我们打开来 确定它就是已经下载了 而且已经存档了 那我们就完成步骤一 那步骤二的话呢 再来就是用什么 用那个element tree 所以特别注意 步骤二 当然你可以分开来 或者是一次 那步骤二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我也把那个 步骤二的程式码 放云端上面 OK 那里面的话呢 会用到一个什么 from什么呢 特别注意 在那个这个package里面 我们会有个什么 xml.et tree 那我impot这个element tree 给它取一个别名 叫做et 因为element tree太长了 那我就给它一个别名 然后底下的话呢 我要做什么呢 再去用那个element tree里面有个方法 叫做这个什么 这个pass 解析它 解析什么呢 解析这个档案 特别注意哦 我之前本来是这个pass 这个里面的话呢 我如果丢一个什么 丢一个变数 html.tsd 放到里面 它不接受 它说错误 因为呢 它只吃档案 它不吃一个变数 或者是 这个一个属性里面的资料 OK 所以怎么办 我只好 要分两阶段 所以你想说老师 为什么干嘛 还要再存一个档 没有办法 它就只能这样子 那因为这个东西不是我 element tree不是我们写的 我们是用人家的啦 所以有的时候 你要用别人写好的东西 你就势必你要怎么样 你就要去符合它的这个规范 你不能说你可不可以帮我改一下 那变成客制化啦 当然可以啊 你可以写信问那个 你可以google一下 然后找一下element tree 然后应该会找到那个它的官网 也许你可以写信给对方 请他说你是不是可以帮我改一下 这个帮我加一个属性 你不要还要开朗那麻烦 他会写一个信跟你讲说 这可能需要charge费用的 还是还蛮有可能的 因为我觉得这个欧洲人有些时候 大部分其实也就是自由学术性免费啦 但是如果说它延伸性 或者是客制化的东西 它会也许会跟你要求一个智慧财产权的费用 那我是觉得还蛮合理的 因为其实当你要这样做的事情 你不能说所有东西都免费 对不对 那你说所有东西免费 那个这个创作者吃什么 对不对 它喝什么 喝西北风吗 对不对 就饱了嘛 OK 所以其实有的时候蛮多那个欧洲 这个有有些这种自由软体的机构 其实他们就是类似用这种 大部分其实都可以 也许不用钱 但是如果你要用一些什么客制化 或商业用途的话 可能还是需要授权的费用 OK 目前如果没有 那没关系 三不转路转 路不转就人转 对不对 反正这一条路不通 你就走另外一条路就好了 OK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那我就把这个用档案开启 因为刚好我已经存好档 另外的话 还要先get一个root OK 什么叫root 其实这个root就我刚刚讲的 就是上面这个东西 这个就是一个root 我把这个root怎么样 先抓过来 然后我再做解析 就比较简单了 OK 所以请各位先试一下 步骤一 先把那个档案先存下来 待会我们再来看 如何在针对这个xamp 去做一个档案的解析部分